多的業者也好 上游製造商、供應商也好 一定不可以跨越這個紅線 公平衛生在上個月底出面好話 安撫所謂的漢史之亂 民眾瘋狂搶購衛生紙的荒潮 結果公平衛喊歸喊 現在又傳出網購業者證實 在3月起借貨衛生紙大廠 通知調查衛生紙的價格 包括近百利克拉克的數捷系列 在3月起經平均調查15% 有風雨的五葉花得益系列 也在3月起調漲15% 精神師旗下的貝雅捷、維雅捷、優惑等系列 預計4月1號起調漲 預計調漲10%到15% 鎮農所生產的衛生紙 則是公告調漲12%到18%最高 我們會陸續的監測 然後有些多品牌的漲價 我們就會疫情公平會去參數 共民衛隊現前料換店 宣布衛生紙3月起調漲 引發民眾搶購的部分 目前還在調查階段 哎呦整調查這麼久啊 面對業者決定調漲行為 僅說明不排除後續再進行約談 反正跟上個月講的一模一樣 讓我們來看看VCR 約談一些業者 來瞭解一下 是不是有違反了公平交易法 聯合調漲或其他限制價格的行為 為了避免在線衛生紙搶購亂象 量販業者寄出多項促銷 加入服期日起到3月20號 推出近20個品牆衛生紙 及紙巾買一送一 愛買則是在3月23號前 買衛生紙單筆消費滿250元 限則30元 全聯則是期日起到3月22號 全聯衛生紙單筆消費300元 送衛生紙品牌200元支架券 我們對於賣場也行 建議賣場弄一個平價專區 或促銷的專區 對啦 有平價或促銷專區是很好 這也要擁獲搶才行啊 唉 這幾波衛生紙自亂 讓大家開始懷念起 這位攝影少女 北龍總經理吳一鳴 幾天沒開市就可以拆架崩盤 公平會主委 應該由他來當才對 或許才可以擺平 按死自亂 送中信台報了